欢迎来到小鱼888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的订阅持续追踪哦! 成一新剧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,新故事,新角色,新开始! 祝我们狐妖小红娘宇宙大男主开机大吉! 她摇身一变,成为盗门兵人王权富贵,一眼万年天下王权,常见一出万妖臣服! 富贵好看得不像画啊! 让我怎么在以前的视频找带餐,找不到根本找不到啊! 跟谁都不一样,好看得极致,果然能打败成一古装的只有成一! 作为狐妖小红娘影视画后的第三个篇章,王权篇的进程一直都是大众所关注的焦点, 而在经过紧张的筹备过后,成一搭档李一同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也是于近日正式开派! 虽然官威并未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物料,但从各种路透, 尤其是男主成一的声势浩大的开机应援来说, 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的热度和人气,无疑是非常之高的, 再加上原本超强的制作班底,以及全员高颜值的主演阵容, 王权篇无疑是古装迷们全新的盘头, 担当男主的成一, 是时下最具人气的小生之一,更是公认的古装男神, 不仅颜值出挑,演技扎实,而且出道以来, 在《沉香如蟹》《莲花楼》等作品中, 更是展现出了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, 个人的抗剧能力更是同期小生的翘楚, 此番再度出演先偶剧,回归到自己舒适圈的诚意, 个人的表现必定也会更为的出色。 出演女主的李一同,同样也是高人气,高颜值的小花, 虽然一直没能大火,但论颜值,演技, 以及对于角色的驾驭能力, 李一同无疑是同期演员中非常耀眼的存在。 对于古装剧,李一同同样是有着丰富的经验, 过往在《苍蓝爵》、《剑王朝》等剧中, 古装造型更是美出了天际。 在颜值和演技、人气等各个方面上, 李一同与成一的匹配度还是非常不错的, 同框的CP感更是有着十足的保障, 更何况两人此前才刚刚合作完《英雄志》, 对于彼此的熟悉度, 以及合作的顺畅度都非常的优秀, 相信两人的此番再度联手, 必定也能碰撞出更多不一样的花火, 带给我们以惊喜。 而除了已经官宣的成一与李一同外, 《狐妖小红娘王全篇》, 一季还将有着居静一、 程潇以及张天爱等多位高颜值小花的餐演, 整体的阵容实力与厚度, 或许也不比《狐妖小红娘》另外两个篇章逊色。 本来之前是说《黄泉篇》会在11月底开拍, 结果没想到却是拖到了现在才开拍。 不过好在这部真人剧也没有拖太久, 而且拍摄的速度也算可以, 预计在4、5月之前就能拍好, 接下来就是安排好当期准备播出。 虽然说不少动漫观众对于漫改真人剧一直以来都不太喜欢, 但是这些真人剧在娱乐圈里的人气却是非常的高。 这部真人剧男主王全富贵的扮演者是程毅, 程毅可以说是现在人气比较火的流量小声之一, 之前曾经出演过不少的影视作品, 获得了不少网友的好评和认可。 按照原著来讲, 王全富贵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高冷帅气的男性角色, 从放出的路透图来看, 程毅的气质非常符合这个角色。 而且, 不少网友也都称赞, 程毅是古装男神。 在个人看来, 程毅的古装造型看起来非常的不错, 而且, 程毅本身就是非常适合这种高冷帅气的角色。 所以, 最后演出来的效果应该不会差, 而且, 程毅之前出演的多部影视剧效果也都不错, 比如说莲花楼, 所以说, 程毅出演这次王全片也是让不少网友感到非常亲爱的。 在程毅看来, 演员职业需要持续不断地追求新的挑战和突破, 以保持内心的活力和激情。 他认为, 乐剧有挑战性的角色会给予他更多动力, 因此对于演员职业中的心态追求, 他更倾向于追求挑战和创新, 以此推动自己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前行。 在程毅眼中, 挑战性角色并非是一种负担, 而是一种机遇和动力, 他喜欢接触那些复杂, 深刻的角色, 因为这些角色能够激发他内心深处的潜能, 推动他不断突破自我, 展现更为丰富多彩的演艺才华。 对于挑战性角色, 程毅持有着开放, 勇敢的态度, 愿意接受挑战, 勇敢面对, 这也成为他不断成长和进步的源泉。 程毅觉得表演是一种累积式的学习过程, 每一个角色的扮演, 每一次的经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成长和提升, 他笃信演艺并非一蹴而就, 而是需要不断积累, 磨砺和历练。 以培养自己的表演技巧和表现力, 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累积式学习, 让程毅在演艺道路上越发坚定和自信。 在演艺过程中, 程毅不断经历着成长和变化, 他逐渐明白, 演艺并非单纯地追求表面的张扬和经验, 而更需要有内在的修养和沉淀, 这种成长让他更加深刻地理解角色之外的东西, 学会从人生的角度去思考角色, 从内心深处去感悟并呈现出角色的魅力和韵味。 在表演中, 程毅逐渐懂得了内脸和剪法的重要意义, 他认识到, 表演并非越多越好。 而是需要适可而止, 恰到好处, 这种内脸与剪法的表演风格, 更加考验演员的功底和内功修为, 也更容易触动观众的内心, 引起共鸣和共情。 程毅在演艺道路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和表演方法, 通过不断尝试, 摸索和总结, 他找到了能够最好展现自己特点和魅力的表演方式, 这种方式既符合自身的气质特点, 又具有深刻而持久的感染力, 使他在观众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赞誉。 他犹如一个闪耀的星星, 吸引着无数的目光。 在这个繁忙的机场, 人来人往, 人山人海, 但却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那英俊的面庞和独特的风采, 程毅是时下备受瞩目的男演员, 他早已凭借出众的演技和清新的形象,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追捧, 每一部作品中, 他都能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, 给人以真实感和共鸣, 长长的发丝随风飘动, 勾勒出他那略带倔强的轮廓, 卧颈遮住了他的双眼, 却无法掩饰他散发出的自信和魅力, 每一个人看到他的瞬间, 都会不自觉地被他吸引, 仿佛世界都变得安静了。 只有他的存在在这一刻, 诚意的穿搭总是充满了品味和个性, 这一次, 他选择了毛线小帽作为点睛之笔, 给整体造型增添了几分灵动和俏皮, 他不喜欢张扬, 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, 让人不禁为之一叹, 成熟的男人原来可以如此令人心动。 羽绒外套内搭的条纹衫, 将他的身材修长和挺拔, 展现得淋漓尽致, 细腻的线条勾勒出他紧视的胸肌, 一丝丝自信与阳光从他身上散发出来, 让人忍不住感叹, 这个独一无二的男人, 他的微笑是如此迷人。 就像是冬日里的温暖阳光, 照耀着每一个人, 每一个微笑都有自己的故事, 每一次微笑都有自己的意义, 他的眼眸里透露出的温柔和善意, 让人心动不已, 诚意并非只有外表出众, 他更值得称赞的是他的内在, 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, 时刻保持着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追求, 他从不满足于现状, 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要求和追求, 不断挑战自己的演技, 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, 他的成就和荣誉是他辛勤努力的回报, 他的激情和才华是他获得成功的底气, 他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典范, 一个年轻人应该向往的榜样, 他的到来, 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期待和惊喜, 他的存在, 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美好和精彩, 他的魅力, 超越了岁月和时光, 成为人们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, 在这个短暂的相遇中, 他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愉悦和温暖, 仿佛一夜之间, 寒冷的冬日也变得温暖起来, 他的存在证明了, 阳光总在风雨后, 正当成一即将离开机场的时候, 周围的人们不禁鼓起掌来, 他受到了大家诚挚的喝彩和祝福, 他微微一笑, 向大家致以深深的谢意, 在这个刹那间, 他们仿佛才真正明白, 成一的魅力不仅仅是外在, 更是一种深深的内涵和灵魂的相互映照, 他的风采让人欣赏, 他的品质让人敬重, 他的精神让人感动, 在成一的身后留下了如此美好的记忆, 大家纷纷停下脚步, 凝望着他的背影, 直到他消失在人群中, 他带走了一份温暖和希望, 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记忆, 成一, 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, 更是一个梦想的启示者, 一个希望的象征, 他的光芒在这个世界上闪耀着, 得到了无数人的关注和喜爱,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, 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潜力和价值, 只要我们坚信并追求自己的梦想, 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奋斗, 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,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, 诚意, 你的到来让我们相信, 只要心怀梦想, 努力奋斗, 就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, 愿你继续前行, 成就更多的梦想,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。